我很帥沒有關係 第二種 我明天 我明天相跟之夜一定來 跟各位預告 夜店被領檢 負責人直接拿出手機 全程記錄 帶隊所長 我絕對是三點半以後才會來 我們等著 我們大家都等著 有點任主管 辛苦了各位 仔細看 帶隊官就是藝人 霍建華的哥哥霍建源 身為所長也不怕 回籍 隔天再來 沒想到業者直接發文 點名所長霍建源 上任以來 三個月內臨檢十一次 明明全力配合 也沒有被查獲不法 卻無法滿足霍所長標準 文莫更嘲諷指出 限量提供在場人員一杯Shot 與警一室同仁 共同舉杯歡慶 所長到來 面對業者挑釁 警方拿出密入器還原 二十六號臨檢 當天 業者口氣超差 頻頻執意流程 隔天警方再來 負責人卻態度一百八十度 大轉變 因為牆壁縫隙被搜到毒品殘渣袋 業者瞬間安靜 由於這家位在北市的殖民夜店 過去狀況層出不窮 警方早已列為治安刊率場所 零檢次數都是依照治安需求 夜店卻公然挑釁警方 嗆聲行為 這下反而被大大打煉 但是這場網家很台北 曾報道